大家好,我是GSCUKOMSER SING 今天和大家來到一個新的開展 叫做Tutor Park 它是哪裡來的呢? 它是一個小的Village 叫做Shawbridgeworth 算是大型的發展 這個小的村來計算是有140個盤 它的地位正正在Bishop Storford 就是這一邊的位置 還有Halo就是另一邊之間 這個發展商是Taylor Wimpy 大家都可能認識Taylor Wimpy 也就是英國其中一個最大的發展商 那為什麼今天和大家介紹的地方呢? 因為其實這個可以說是滄海為主 它是一個效網極之好的地方 基本上是被一個 Outstanding 的效網為主 正正在這間屋的後面 基本上走過去都不用30秒 就是這間Outstanding 的小學 然後在這個屋苑的尾 走出去一分鐘就已經到了Outstanding 的中學 所以可以說是這個效網非常之好 大家可以勉強地看到 在遠處有一塊大的草地 暫時都是沒有任何計劃 是建造任何的新樓 那去那個Shawbridgeworth的市中心 不是市中心 那一個Villig的中心 其實這條路走過去 走大概5分鐘就到了 那裡也有一間小的超市 Budgens 油站 油餐廳 再走遠一點 也有火車站 那火車站是去哪裡呢? 火車站是40分鐘左右 可以去到Liverpool Street的 那這裏另一個大的賣點呢 就是 它的crime rate是非常非常之低的 它的自然位是非常之好 那crime rate是37 那英國的平均是79 基本上一半都不夠 那以一個的 的town 或者village來算 那其實是非常之好 那如果你說啊 這些小村不開車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都可以的 那又為什麼呢? 因為走出去出名大路 那已經有幾個巴士站 那巴士是否去哪裡呢? 大概平均 每10分鐘有一個巴士 可以去到Bishop Stofford 或者是可以去到Hallo 那在這兩個地方呢 也都是 有超市 那Hallo的那個超市就是 Tesco Tesco Superstore 又或者是去回 Bishop Stofford那邊 那Bishop Stofford呢 那有Sainsbury's啊 有Vatros啊 各大超市的 Audi都有的 好啦 那講了那麼多 那今天呢 我們就會和大家看兩個的示範單位 好啦 那我們呢 先看四房單位 屋形呢 叫做The Alliston 那連著地下那一層呢 其實有三層的 好啦 那我們進去看看 進去看看 進來之後呢 感覺呢 就好像有少少斜斜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進來的時候 那個圓關位 它不是正方形或者長方形 它是少少打斜的 那你會這樣側側身呢 就可以見到前面那個的廚房 Citchen Diner 還有 都可以勉強地可以看到那個花園的 好啦 那進去之前呢 就先看看 在這個門口旁邊 那就是門仔 那這裡呢 就是 裝了一些Fuse Box啊 電線啊 各樣東西的 OK 那我們呢 就先穿過 這個 客廳 那客廳的Size呢 是3米8乘4米3啦 那我覺得 以一個四房單位來計 這個Tang的Size 我覺得就稍微小了少少 它放了兩張的商人沙發啦 中間放個電視 又放個茶几 那其實 那些位置都還有一陣子 不過就不是太多了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單位呢 有些地方是有點浪費的 有什麼地方浪費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廁所 這個廁所呢 坦白說 我覺得是太大的 那當然樓下的廁所 現在的標準呢 都是要 可以給到一架的輪椅 進來吧 但是我覺得依然是大了少少 那在廁所的另一邊呢 這裏是一隻大門 這門是什麼呢 就是樓梯的Storage 其實這個位置都頗深 那我覺得其實 就真的有少少浪費 這裏也是 這裏也是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除了廁所 我覺得不是太大之外 那廚房的Kitchen Diner 都不是太大的 整個Kitchen Diner 就大概是3米乘5米 而一個4房單位 你期望都可能有 沒有6個的話 都可能有5個人在裡面住 其實這個 就是僅僅夠用 如果有朋友來到的話 其實都 滿滿的 好 至於這裏包些什麼呢 好幸好 有一個明火煮食爐 它包的東西都OK多 比如說雪櫃 在這裡 雪櫃會包 焗爐 洗衣機 洗衣機 就在這裡 這個是Wash-A-Dryer 都會包 手換液機 也是包了 它不包的呢 是地板 那波羅就放在這裡 如果不計算尺寸的話 其實一種的屋形 我覺得都OK的 有什麼好呢 比如說 飯廳和廚房其實都算很光亮 有很多窗 但是呢 如果你再放在雪櫃 其實因為四房 四房 其實都人多住 放在雪櫃可以放在哪裡呢 可能呢 就放在這裡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單位 有一點點的位置 安排得不太好 好了 看了樓下之後呢 上一樓看看吧 上一樓呢 上一條樓梯 我覺得是有輕微斜了一點 有些直的 不過我喜歡 就是它這裡有個窗 這個窗還可以開的 會令到整間屋 而且樓梯都光亮了很多 上來之後呢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有三間睡房 和一個family bathroom 我們先看了睡房 先看 我們又可以說是小的 開始看起來了 這間房子呢 就是全屋最小的房 是有兩米三成三米三的 我覺得做辦公室的話呢 就相當之不錯 這邊呢 其實它還有一個位置 這裡是可以用來做一個 擺東西啦 掛一支浪衫 打在這裡呢 也可以掛到衫的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就去看 Bedroom 3 Bedroom 3 就是 兩米五成三米三 有少少L字形的 窗子也是比剛才的房子大 跟著呢 我們就去看看 這個farm的Bedroom 各樣東西都算是適中 例如說 那個Size 那個Bedroom的Size 也有一個Shower Head 那掛毛巾架呢 亦都放在這裡 都算是高新的 其實都需要一個四房 大概會有一個大一點的毛巾架 好了 那出來呢 那我們去看另一間房子之前 先看一下這個Storage 這個可以說是傳統的AIRIN 窗戶 接著我們就看Bedroom 2 Bedroom 2 的Size 是兩米七成三米一 先說回這裡的樓底 這裡樓底 樓下是 和這裡都是大概兩米三左右 這間房子都算光亮 窗都算是大 這邊呢 還有一個入場衣櫃 大家可以趁這個時候 看一看外面 外面有一個Bedroom 跟著可以遠望到外面的景 外面那塊田地 依然是田地來的 那它暫時是沒有一個計劃 來改造另一個新的屋園 好了 看了這裡之後呢 我們轉到樓上 這裡呢 這道門呢 其實是樓上的Master Bedroom的房門來的 開了這道門之後 好了 這裡呢 上樓上 這間房就大了 這間房就是 由我這個樓梯上到這個位置開始計 3米3乘5米5 是有兩邊窗的 一隻窗是 看著正門那邊 另一隻呢 就是上面的Skylight 那我覺得Skylight的話 就好像 一隻就好像少了一些 多一隻會更加光亮 那間房就真的很夠大 但是就 嗯 對 這種屋形 我就覺得 整間屋的highlight 就放在那個睡房那裏 那這邊呢 也有一個大的空間 這間呢可以做一個的衣櫃啦 那這個是一個 en suite的 房來的 那有個shower 那是名次啦 那一隻窗在那裏 但是呢 它就沒有一個掛毛巾架 那我覺得就失色了少少啦 因為始終 就無論在樓下 洗澡好 樓上洗澡好 那些毛巾都要掛起來 那這次介紹這個的4房單位呢 到這裡為止啦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看一個3房的示範單位 那這個屋形呢 就叫做 The Braxton 那其實是一個 semi-detached 來的 那還有隔壁呢 4房那間呢 The Alliston 呢 是平排 基本上 那個圖側那個位其實都好似的 只不過是 將空間呢 由4房變成3房 然後 進來呢 是同一個4房單位很類似的 就是 周七身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那個Kitchen Diner 那 這裡是頭髮梯上面 那這邊呢 也有一個門 那裡面呢 是裝著一些Fuse Box 啊 寬頻線啊 各樣東西的 好啦 那進來之後呢 這個就是Living Room 這個就是Living Room 這個Size呢 就是4米2乘3米2的 那以一個3房的Size來計算 我覺得這個Tank都OK的 不算小的 但是那個4房都是這樣的Size 就真的小了一點 那進來這裡的Kitchen Diner 那我們先看了 左右兩扇門 那這裡呢 就是個 樓下的WC 那我覺得這個Size 依然是太大了 我想 和大家之前都提過了 那這裡 那麼大的原因呢 因為它都要放一個鱗椅帶 鱗椅帶 鱗椅帶不需要真的那麼大 我覺得就Size了少少位了 如果兩邊都可能 開一點位的話 那個廚房啊 或者那個廳 也可以大一點 那麼在這裡的 另一邊呢 也都有一隻門 這裡呢 就是個臨梯底的Storage 那望路呢 就好像跟四光丹一樣 比較的話 這個位置就好像小了一點 好了 那再看看Kitchen Diner 那現在就放了一張 的 六人桌 勉強地 前面就是廚房 那這個Size呢 就是4米2 乘3米4 那這個單位呢 它就是包了 Oven 包了 雪櫃 煮食爐 波奧娜 洗衣機 小碗碟機 小碗碟機 都包了 這個的 Wesher Dry 是包了 那它呢 只有一個小的 小碗碟機 就放在這個位置 那廚房可以說是 以三房單位 你當然叫做骨子 真的不是太大的 好了 看了樓下之後呢 那我們就上去樓上 看看吧 這條樓梯呢 都是有點斜斜的 我覺得比較直了一點 那這邊有個窗 這窗是可以開的 會令到整間屋 和走廊光猛很多 這個是三房的單位 一樓是有兩間房 再加一個Family Bathroom 那我們先看看這個Bedroom 2 Bedroom 2 的Size 是2米8 乘4米3 那三邊可以下床 這邊 現在夠了 放一張 書桌的 還有這邊呢 是有一個Storage的位置 都可以放到幾多東西 那都算是光盲的 這窗的Size 不是叫做好大 那都夠了 那這間屋子的樓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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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和一樓都大概是2米3左右 那我們看完這間的Bedroom 3 這間是全屋最小的房間來的 那是3米6乘2米1 那都算光盲的 那都算光盲的 以比例上來計 這間房的窗的Size 都算是幾大 來看一看 看完一樓之後呢 我們就穿過這道門 這道門呢 這道門呢 就是樓上房的房門來的 那都有一隻窗在那裏 那一隻窗 有一個Ratator 然後這條樓梯呢 我覺得都是稍為直了少少 上到來之後呢 可以說是這間屋子的highlight 睡房是很大很舒服的 那它是兩邊窗 不過這邊的窗呢 就是可以開到一半而已 有個Ratator 在那裏 那樓上呢 有個Skylight 那我覺得就稍微 好像沽寒了少少 我覺得Skylight 大了一點 會好一點 還有這間屋呢 有另一個很搞笑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你看到這裏 那一邊呢 就是個On Suisse的shower room 跟著這裏是 這個衣櫃的門 這個門呢 其實這裏呢 還有很多位的 但是呢 這裏呢 門是沒有的 那你要變成一個人呢 真的要走進去 才可以擺到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 真的有點搞笑 那其實它只好簡單地 弄回一個拖門 這裏呢 也都可以令到整個 空間去容易 可以進去 容易很多 OK 那我們最後呢 再看這個 這個 On Suisse的shower room 我覺得這個size都算適中 不是太大 不是太細 不過也是一樣 很有趣的是 它只是擺了一個 的光碟 就沒有一個 的浪浪金架 我覺得就 失蹟了少少 那它也有一個 的Skylis 都算是幾光亮的 好啦 介紹這個 三房單位 在這裏為止 剛剛呢 我們就是在 Sales Office 上這條路 進來之後呢 基本上呢 它是自成一角的 這裏呢 是沒有 一條Full Road 基本上可以說 沒有其他的 車輛 會有出入 上到來之後呢 看到呢 中間有個 遊樂場 給小朋友玩 有塊草地 跟著那邊呢 就是地盤正在建房子 其實呢 有不少的 單位呢 已經入了火 那你見到 其實屋與屋之間呢 距離都OK的 都不差的 跟很多的 樓來比 這裏的 每間屋的距離 都算是寬 好啦 今次 和大家介紹 這個樓盤 在這裏為止 大家可以看看 前面那裏 前面那塊 大的草地呢 是一塊農地來的 基本上呢 是 起碼短期之內 中短期之內 是沒有任何的計劃 來到是 將起任何的新樓 好啦 那今次和大家介紹 到為止啦 那大家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也都很歡迎去 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 tani channel 大家如果想透過我們在英國租樓 賣樓 裝修等等服務 也都歡迎跟我們隨時聯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